對於日本的經濟新聞 他其實還提到說 那個國軍衝刺太多外省人是阻尼 那... 放XXXX 日本的媒體有報導說 就是有九成的退役的部分 他是間諜 你對於這樣子的消息 會覺得很生氣啊 胡說八道 會覺得他們這樣子的指控 胡說八道 因為我想要問一下 那個F-16的那個飛行機要要交了 可是那邊美方說 好像我們在招募飛行員上面 有點困難 那你作為嫌非官 會覺得說要怎麼辦 就要聽美國人的 聽我們空軍司令的 最近日本的經濟新聞 他其實還提到說 那個國軍衝刺太多外省人是阻尼那... 放XXXX 你這麼 太...